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的总 复习题 part one的部分 second 平方减1乘上contention 平方 诶 成就呢就看到说 诶 诶 诶 这个好像是tention 平方 是有这样的一个公式 tention 平方 然后contention其实是tention的倒数 我就可以把contention 平方 换成1tention平方 那你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tention 平方可以跃掉 这一题的答案了就会是1 第二题,划减 tangent a cos a 平方减去 sin a second a 的平方 首先第一步文序的是把它换成的 把 tangent 换成 sin 除以 cos 放成 1 除以 sin 然后一样的 second 也是一样的做法 把它变成 1 除以 cos 过后 sin a 可以约掉 那就会得到 1 除以 cos a 那后面的话是 sin a 除以 cos a 的完全平方 这一边你如果换成 你把它换回来的 它其实就是 second 平方 减去 tangent 平方 那这个是我们有的公式 second 平方 减 tangent 平方 就会等于 1 那这个是我看到的做法 ok 那当然文序就看到说 平方放进去 过后再通分 一减 second 一减三平方 可以换成 cos 平方 cos 平方 跟 cos 平方 越减得到 1 就多了几个步骤 也是算得出来的 ok 也是不错 第三题 tangent a 4 等于 1 3 tangent 2 a 是多少 那我就写了一个公式给 给竞权 那其实是两倍角公式 tangent 2 a 等于 2 tangent a 除以 1-tangent平方 a 那你tangent a 带进去 三分之一带进去 三分之一的平方 等于九分之一 进行通分 就会得到九分之八 分之三分之二 你再越减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四分之三 逆向相乘为分母 四为分母 三为分子 最后答案是四分之三 给第四题 计算 cos a 减 sin a 加 30 度 加上 a 加 330 度 首先 试影就想到说 那我们可以做 那个加 sign 的 两脚之盒的那个拆除 变成 sign cos 加 cos sign 那 sign a cos 30 Cos 30 它直接放成跟它三所以二 加上 cos a sign 30 sign 30它会换成了二分之一 同样道理 后面也是一样的拆 sign cos cos sign sign a cos 330 Cos 330 它是根号三除以二 330其实是60 30度 30度 只是说 它是第四项线的30度 根号三除以二 然后呢 sin的话呢 就会变成负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你把负成进去的话 你会发现到 这个 减 根号 sin a 除以二呢 这一边有一个减 这一边有一个加 所以它会加 它会去掉了 过后呢 cos a 除以二 减去cos 这个负成进去 所以它是减去cos a 除以二 减去cos a 除以二 就会得到减去一个cos a 除以二 所以前面有一个cos a 减去后面一个cos a 最后剩下0 然后我不晓得这里好像整理到有点 由早许复杂了一点 感觉上在绕圈 我就没有详细看了 ok 最后答案是0就对了 ok 第五题 sine 平方 a 加 sine 平方 a 加 sine 平方 120 度 加 a 加上sine 平方 120 度 减 a 那这里的做法 跟前面类似 它也是把它变成sine cos cos 然后整个完全平方 这里也是一样sine cos cos 完全平方 然后完全平方的话呢 我放大来看 ok 它参成sine cos cos 完全平方 这里也是一样sine cos cos 完全平方 减的就会减 这个加的是可以加 过后呢 过后呢 它就把 完全平方 这是sine a 平方造超 完全平方变成前平方 加上两个前程后 加上sine cos cos a cos 120 sin a 然后呢 加上后平方 ok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也是一样sine 这里也是一样展开 ok 有点复杂 这个平方 减去这个平方 这个两个前程后 它的两个前程后 好像是一样的对吧 两个前程后 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两项是可以去掉的 这两项可以去掉 然后后平方 ok 接下来呢 它就有sine平方 两个这个 还有两个这个 ok 这两个加起来两个 那接下去呢 它就sine 120 它要120是60度来的 sine 60度等于更耗3 除以2 所以它就放了更耗3 除以2平方 然后后面呢 120的话 cos 120就是cos 60 负的二分之一的平方 负负会得正的 没有管它 过后呢 因为二分之跟耗3的平方 得到四分之三 乘2就会得到二分之三 而这一边的话 会得到四分之一 乘2就会得到二分之 然后呢 又怎样呢 二分之一三平方 加三平方 就会得到二分之三 三平方 所以再把二分之三 收出来的时候 你会得到三平方 加cos 平方 三平方加cos 平方 又会得到一 那最后你的答案呢 就会变成二分之三 ok 在想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 前面这个可以用 不要用其他的 不是范围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这一题 如果你真的不晓得怎样做 最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又出到的方法 就是把cos cos 换成一除以三 把tangent平方 换成sine除以cos 所以呢 就是变成一 一除以sine平方 对吧 然后这个就变成sine平方 除以cos平方 你就会得到这两个是可以去掉 一除以cos平方就会变成cos平方 cos平方解义会多少 会得到tangent平方 那你就可以收工了 也不是很难的 最简单的方法 我刚才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比较高超一点的 cos a tangent平方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e 因为我看到后面是有tangent平方 我就想到这样应该这里可以有一个tangent平方 这样tangent平方 要变成e的话就乘上一个cortentent平方 然后呢再把这个tangent平方给抽出来 tangent平方抽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剩下cos平方 减cortentent平方 刚巧这个一定会是e 最后答案是tangent平方 这个是我刚才突然间看大家想到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较难 因为它叫无中生有 它要把e换成一个三角函数 换成三角函数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难想象那样的 第七题 第七题跟第一题好像很像 刚才的第一题也是类似的吧 然后1-sin平方 1-cos平方可以换成sin平方 cortentent平方可以换成cos cos除以sin平方 那sin平方跌掉了之后剩下cos平方 就大概是这样的 OK 乘又是像我这样讲的 我当你不知道要怎样做 你就把它换成cos跟sine cortentent换成cos除以sine cos就是e除以sine tangent变成sine除以cos sine就是保留sine 过后呢你就看一下可以通分 这个没有了 这个已经分不一样了 就分子相加了 这个通分的话呢 它又刚好sine是相同的 它就把sine抽出来 剩下变成1-cos 这样就是sine的这个sine可以月的吗 对不对 月掉了之后 1-cos乘上1-cos 就会得到1-cos平方 不是这样吗 应该是1-cos平方的 然后呢1-cos 所以1-cos 所以1-cos等于second 然后-cos就是它的答案 应该是漏了平方 1-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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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掉吗 对不对 这个可以拆 其实我这一个文序的做法呢 它是有一招叫做计划核查 可以换成两个三角函数的交法 那这个公司来讲呢 它是理科班 而且新课本已经把它去掉了 所以有 当然有一些 教理科班的老师 可能会教同学们 OK 它的做法是这样 cos sign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1-2在前面 然后这两个箱 这两个箱减吗 这两个 一个加一个减吗 两个箱加出 两个箱加放前面 sign了 两个箱减放后面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然后是sign跟sign 有一些 它的cos sign sign cost 那些 都有它的对应的 对应的那个 有一个是sign加3 一个是sign减3 cost加cost 和cost减cost 看取决于它的是sign 所以这个公司来讲呢 就不在我们范围内 所以我们就 我先跟大家讲的 它是用了这个公司 所以两个箱加等120 加个减去掉 所以sign120在前面 减去sign两个箱减 l刚好60跟60去掉 就会得到2alpha 然后120 就会变成根号3 除以2 二分之一再乘进来 就会是等于它u10 那这个做法 不是我们的范围的做法 那我们的范围的做法 我们唯有要拆开它 对不对 我们可以拆开它 嗯 嗯 这样子啦 好,我盖下去 盖下去 我的另外一边 在上面再写一遍 我的做法 OK 所以这边来讲呢 我们会有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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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s Alpha - Sine 60 Sine Alpha 然后呢 乘上什么呢 这个是 Sine Cos Cos Sine Cos Cos 60 Sine Alpha OK Sine Alpha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 Cos 60 Cos 60 是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Cos Alpha Sine 60 是根号3除以2 Sine Alpha And then 这个是 Sine 60 是根号3除以2 Cos Alpha 减去二分之一 Sine Alpha 那我们就 就乘起来了 这个乘这个 得到四分之根号3 Fosine 平方Alpha 这个乘这个 得到 四分之根号3 Sine 平方Alpha 好 然后 没有 负负得证 这个是加的 还有 这个乘这个 得到 减去 四分之一 Sine Alpha CosAlpha 这两个乘乘呢 就会得到 减去 四分之三 Sine Alpha CosAlpha 那这个呢 你提出 四分之 根号3除来 Sine平方加 Sine平方 就会等于1 所以你就得到 根号3 除以10 就后面 没有东西了 四分之三加 四分之一 就会等于1 然后它是一个SineAlpha CosAlpha 那SineAlpha CosAlpha 如果乘一个2 所以除以一个2 的话 你就会得到 二分之一 SineAlpha SineAlpha SineCos 变成SineAlpha 那你就会得到它的 优势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这题的 用这一张的指示 来做出来的做法 OK 第十题 金权没有做 那我们来讲下 要怎样做 从右四做到左四 还是左四做到右四 我看一下从左四做吧 Posine X 减Sine 2X 我们换成2SineCos Sine跟Sine 乘起来 就是Sine平方Cos OK 那我们Cos有了 Cos有了 那我如果把Cos 收出来的话 我不是得到 1-2Sine平方X吗 对不对 1-2Sine平方X 就会是等于Cos2X Cos2X 那我就可以得到U10了 OK 第十一题 1-2Sine平方A A-2 主要它右边比较简单的吧 但是它是两倍角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Tangent 大家对Tangent好像又不太熟练 这样子啦 我第一步呢 我先把Tangent换成Sine 除以Cos Sine平方Cos平方 OK 除以1加Sine平方Cos平方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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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过后进行通分的时候 它分子就会得到CosA-2-3 平方A-2 这个分母的Cos平方呢 跟分母的分母呢 会一样 然后跃掉 然后我们跳步一下 然后这个就会得到Cos平方A-2A-2 加上Sine平方A-2 这样Sine平方加Cos平方 这个其实是相等于1来的 那Cos平方-3平方 角度一样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Cos两倍角 就会得到CosA 好 A-2的两倍角 得到CosA 那这个答案就大概是这样的 第十二题 放大一点吧 OK 我看一下安晴的做法 CosA-2 CosA-2 SecondCosA-2 也就是说它的角度变成了CosA-2 我们就看一下分母这边 能不能够把它变成CosA-2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Sine Cos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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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这个叻 因为它有这个加1 如果是这样 我们要把这个加1去掉 我们最好用2cos平方-1 如果你用2cos平方-1 再加1 就会去掉变成2cos平方罢了 然后就会变成这一步了 OK 所以这边如果你挑的对的话 你就会比较快一点 这个可以用2cos平方Cos CosA-2 减1 减1加1去掉 你就直接可以挑这一步了 2抽出来 2抽出来 这边也是2cos CosA-2 也可以抽出来 你就会发现到2可以约掉 SineCosA-2 加cosA-2 又可以约掉 剩下一除以cosA-2 就可以换成 SecondCosA-2 OK 我说 OK 第一十三题 六次放 六次放 六次放它其实可以看成平方的三次方 还有或者是三次方的平方 那如果你是放三次方的平方的话呢 平方加平方好像没有公式可以因子分解 所以我们只有把它想象成平方的平方 那我们有前立方加后立方 它有一个公式的 变成前加后 成前平方 减前成后加后平方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cosA-2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cosA-2 看成cosA-2 减区 和3平方3平方 再加上3平方A 那这个其实是1来的 好 这个平方1 这边是四次方 这边是四次方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 这个四次方可以讲 两个两个 变 我感觉上3,2A这边已经要出来的 我只要放个4给它再除以4 但问题是它有三个 三个,三个就不是这样做了 没其他的想法 三平方2a那边下手 如果从三平方2a那边下手,可以吗 有时候啊,前面不行啊,可以从后面来 好,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来了 1减4分之3 这边是两个前称后吗 然后因为两个前称后的平方就变成四个三平方 a,cos平方a,四月掉 然后这个1来讲,我们看一下可以把它变成 sin平方a加cos平方a sin平方a加cos平方a就1来的嘛 减三个sin平方cos平方 还有不大感觉 还有三个 我有 一个两个三个 想到什么的感觉 想到什么的感觉 OK,不好意思,我偷看了前年的视频 所以我刚才的第一个想法是对的啦 我刚才第一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把它看成 嗯,这个,呃,这个,什么 是 二次方 诶,它是二次方 的三次方 对吧,二次方的三次方 加这个 sin平方的三次方 那我们就会有 cos平方 加三平方 然后呢,cos四次方 呃,是对的啊,刚才我们做到这里是对的 sine 只是它的总理来讲呢,就少许复杂 啊,OK so,四次方 这一边我们得到1 OK,没错啊 那问题来了 sin四次方加cos四次方 它到底可以看成什么 你可以把它变成sin平方加cos平方的平方 但是在,如果是sin平方加cos平方的平方 你会有sin四次方 加cos四次方 还有你会有加上两个 sin平方cos平方 对不对,加上两个 所以我就要减回两个 然后再配合这个的话 我们最后会得到减去三个 啊,看懂吗 OK,所以 所以我们就变成这样 当然sin平方叫cos平方等于1 那1的平方还是1 然后至于这一边的话 我们要把它变成两倍角 呃,刚才我们讲了 我们乘一个4除以一个4 cos平方,sin平方 2sin cos等于sin 2a 2sin cos 因为4可以把它换成两个2 sin平方就是两个sin cos平方 它就会有全部都会有两个2sin cos 所以最后呢,你就会得到1除以四分之三 sin2a的平方 OK 所以这题有难度啊 我还记得前年有解过了 好 好 好